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成为创新的传播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一个创新 那另外一位嘉宾是杨永祥先生 他是艳阳国际有限公司的总裁 也是香港资深的制作人 湘哥你好 你好 你好 没有留 对 很有趣 对 因为我广东话是可以听是完全没有问题 讲的不是十分的标准 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人讲国语 有人讲广东话 不过呢 这样的就是让两边的观众都听得懂 是吧 都听得懂 对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寻找他乡》的故事说起 《寻找他乡》的故事这个电视片呢 我记得我当年是追着看的 我觉得对我印象非常深 而且我觉得影响了一代人 可以这么说吧 那当时呢《寻找他乡》的故事呢 是金庸题词 然后用了日本作曲家的这个一个曲子 《Dance of the Surama》 然后呢 这个呢 一共拍了170多集 然后在1997年到2004年的时间 98年到2004年 连续6年呢 获得香港最佳电视节目 就收视这个最佳电视节目奖吧 获得这样的一个奖 而他的制作人呢 就是湘哥 杨永湘先生 对 那么影音使团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就是影音使团做了很多的事情 几乎每三年就有一个奇迹 那么在香港是25年前创办 创办之后开始是以幻灯片开始 然后呢 就开始做电影啊 做video啊 那么又做了很多呢 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纪录片呢 和各种各样的形式 可以说影响力已经遍及到世界各地了 那么这个《灰哥》呢 就是影音使团的创办人 你们两个呢 一个是信心的榜样 另外一个呢 是创意的源泉 为什么说你创意源泉呢 因为你头发已经摆了嘛 想到比较多一点 所以是一个象征来的 对 当时你怎么拍了这个 《寻找他乡》的故事呢 其实我很喜欢去想东西 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 就是在这个脑子里面出现 特别我喜欢听东西 或者去看东西 所以这个想法 就是这个《寻找他乡的故事》的创意 是来自一个讲座 就是我听听一些经济学家去讲 就是说这个 就是他是亚洲发展银行的顾问 他去周围世界各地帮助一些穷的国家 我记得他说到去到一些很远很穷的地方 都见到中国的小朋友 坐着开浪庫 在那里走去走去 他就想到为什么这么穷的地方都有中国人呢 中国人其实也有他本身的故事 我一听到故事我就很兴奋 因为我们喜欢创作的人 最重要是有故事 而且特别一个理念 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这么穷的地方都有中国人 他们怎么过去 他们怎么留起到几代 都不回中国呢 他的故事一定是很吸引 就想起这个题材 其实我们喜欢假设的 假设全世界会不会没有一个地方 就算很穷很战乱的地方 也有中国人 所以我们的假设是要找 在拍摄的时候 就想找一些最难去的地方 最乱的地方 或者最穷的地方 就去找 就不找大城市 那会不会有中国人呢 如果找到就会很兴奋 兴奋的意思就是 原来这个假设是真的 我们也可以过去拍他们的故事 这就是一开始这样的假设 去找资料 找故事的时候 就发觉原来真的 每个地方都有中国人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想象 喜欢听故事的人 然后就假设这些场景 然后就因为那个讲座 你就想到就开始去寻找他乡的故事 就像那个电影的开始讲的这样 就是说有阳光和水的地方 就有中国人 是 实际是 那么辉哥 你那时候是25年前 创办影音师团 不过你今天看起来也像25一样 谢谢你 25年前那个时候你创办影音师团是因为说你已经有了一些具备一些条件了吗 怎么样创办的 其实在25年前大概是1989年的时间 明运 89年那个时候正好六四明运 是的 那段时间其实香港是面对着一个信心危机 因为面对九七回归 那有些人会移民到处去 那当时其实很多年轻人 当时我都是年轻人 那大家都会想前途是怎样的 那也都很喜欢去找一些就是 有没有一些奋斗的故事 或者一些人生意义里面的问题 那当时就都很刺激的 就是常常都会想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好的故事 感人的故事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拍出来呢 那我就看到香港的电影业 就是香港拍很多电影 很多电视节目 大部分要不就有些拳头枕头 就是很多色情暴力的东西 那个时候的香港色情不得了了 那个年代 是的 所以有很多古灵精怪 譬如鬼片 这也很多 那对于下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大家都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那到底读书来做什么呢 是否一定要做哪些行业才可以有出路呢 那时候我自己就用了一个想法就是 可不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距离九七都还有几年 如果可以全时间出来去建立一个机构就好了 那为香港的影视圈 或者是传媒可以做一些比较健康一些的制作 甚至是一些感动人心的故事可以就好了 那所以最初我们是什么钱都没有的 没有什么资金的 但是我们就开始是用幻灯片来到去表达这些故事 因为幻灯片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很便宜的 就是你有钱买幻灯片的那个年代 现在其实连幻灯片都很少 那那个年代我就开始用一些很低的成本的 就是比如在地盘那里找些泥回来 那就是做一个中东的战场 哇 自己做战场 是的 这个创意 有些当时譬如是伊拉克打 科威特 那我们就很想将个战场展现出来 就拍幻灯片来拍一些的模型 来做一些打仗的效果 那时候我们就尝试祈祷的 那我就说今天我们用很少的钱 会不会我们坚持有一天可以有旅游公司 可以支持我们去到 就是以色列中东那边拍摄 那第二年之后真的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所以我就觉得就算你没有钱也好 其实只要你一个信念 或者是你一个信心 你坚持去做那件事 想多些方法去做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的 你看你这真的是信心的典范 就是自己没有钱的时候 用沙土做一个战争的这个场面 那你们两个是怎么相遇 怎么样走到一块的呢 就正如刚才说 就是我找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那有一次我就知道 香港有一个人很出名的 他是十大名厨来的 就是一个厨师 你叫什么名字 他叫周主峰 没关系你继续讲 就是他是一个厨师 但是就很出名的 但是就因为有了钱就分外情 所以就对待家人不好的 但是最后他因为改变了 就是他又做了基督徒 他就需要做一些节目 对 他就想在我们那里 可不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络 可以联络到这个人 去接受他们的访问 就开始认识 因为当时我们都找了很多的题材 这些题材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对 不分的 其实我们都不分 究竟是否基督徒 但是是一个很正面的故事 所以就去找 我想这个当然是 就是说一个媒介 一个导火线 让你们俩碰到一块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东西 才让你们能够在一起 而且走了这么长的时间 当时这个祥哥 你看到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年轻 然后那个 那些 什么东西吸引了你呢 其实我们 透过聊天 其实我那时候 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但是聊天里面 他发现他都开创很多东西 就是包括那些幻灯 我也看过 就是他做的那些幻灯 我也看过 加上就是他开始做一些节目 那我就都开始认识他 那大家聊起 因为大家都在基督徒 聊起很多制作的理念 就是梦想 发现很相近 一开即合 是的 没错 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勇敢 就是他创造一些东西的人 好勇敢 好勇敢 好大胆的对不对 我本身就是很喜欢开创一些新的艺别 新的东西 是的 还有理念很清晰 就是要做得好东西 就是不要做 你是做一些好的东西 这个是大家很清晰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开始合作 然后到现在已经走了多少年了 合作了十几年了 十几年的时间了 有没有意见不一的时候 意见不一很少 很少 就是很少 就是很少 就是只有快和慢 就是譬如说 我跟他的沟通很多时候 譬如我会想到 我会 可能他未必收到那个讯息 我会多说几次 他就会慢慢收到 或者他说的时候 开始有些东西 我未必明白 到我明白的时候 我又会OK 其实很有趣的 跟祥哥的合作就是 因为他做开一些很商业的电视节目 而我们就因为譬如是叫教的传媒 我经常都很想做一些正面的东西 我每次都跟他谈 我看到在娱乐圈 或者在电影圈 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很吸引到人 通常古灵精怪的东西才吸引到人 没错 如果是一个很正面的故事 很难 人家觉得中规中矩 必须要有噱头 对不对 是 没错 很闷的 但是当一改变了 变成一些不好的想法 他就反过来 就会变成一些很吸引人的东西 我经常都跟他说 正面的有没有办法可以很吸引人 对 正面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很吸引人 响哥 就要看你的创意 其实这个世界 是很多的题材 就是很多的题材 都很正面的 不过他那些人就拿不到重点 或者开拓不到一个新的形式去做 其实呢 今天我们去做很常规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那些事情很普通 但是当你去用另一种方法 其实加一种的角度 然后跟着它变出来 就已经可以不同 你是怎么样让这个普通的事情 让它变得有不同的这种效果和这种 其实角度最重要 角度 就是你一个故事 其实它有 比如十年 那个人故事的十年 其实它有其中一样东西 可能那样东西是最突出的 那样东西是最吸引的 但是当你会说十样东西 那就变得很沉 但是当你只说那样东西先 然后其他东西放轻 那你其实那样东西就已经很突出 那样东西已经很吸引人 那么多人就会因为那样东西而看 它不是因为它十年 所以是抓住重点 可以说抓住重点 讲到这个角度的话 你们一起拍了诺亚方舟 对不对 诺亚方舟就是一个还蛮吸引人的 是 其实诺亚方舟是一个很奇妙的 即是 一个意类 一个相遇 其实 在之前因为大家都合作了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些东西是 觉得是一个机会 那譬如 诺亚方舟是因为在香港有一个地产商 他们是很想做一个 以诺亚方舟的主题来做一个主题公园 那时候就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在香港要做一个电视台 对 那这个叫创世电视 这个叫创世电视台 这个叫创世电视台 那他就说 你是不是要录影厂 如果你要录影厂 我们有一个罗亚方舟的地方 就给你们做那个拍摄的场景 那个外景 那你可不可以搬进来做一个录影厂呢 那那时候就跟强哥去谈 那我就说 做录影厂很浪败 每天上班都好像去旅行 对 那我就觉得 会不会它是一个展览馆 一个博览馆会好呢 更好 对方又觉得OK 那所以我们就将一个新的想法 去告诉他们 那当他们接受了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想 到底圣经所说的罗亚方舟 是否真的存在的呢 对 圣经里的每一个故事 如果对基督徒来讲的话 都认为都是存在的 可是你怎么样让世人知道这个呢 所以这个就牵涉就是 圣经的题材是很吸引的 就是罗亚方舟也很吸引 对 这个故事就是好像很神奇 诺亚的一家被救在这个方舟里面 然后这个洪水之后 如果它是真实存在呢 就真的很厉害 人类整个被毁灭了 然后诺亚这一家人又开始 所以就要去找 你知道找到方舟 可是最多多少年前的事情 怎么去找的 其实要做 先讲 最开始真的不是找方舟的 最开始是想做一个博览馆 第一 有博览馆的一个想法 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 因为你不知道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 一方面你要做一个博览馆 你希望吸引到人进来去参观 所以我们一开始想的时候 每一个可能性都会想 第一 和罗亚方舟有关的东西 我们会找 第二 就是真琴异寿 真琴异寿 真琴异寿 世界奇珍 真琴异寿跟诺亚方舟 你想的是 当时诺亚那时候 就是把各种动物 公母各带一个进去吗 没错 其实当时 罗亚是把整个世界 都等到方舟里面 对 因为它知道洪水来到 洪水来 所有的文明会没有了 对 所以它就带了一家大世 带了动物 带了它所有文明的东西 都进去 留在方舟里 对 所以到今天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罗亚方舟 我们就会找 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办法拿到来 这个展览 好像放在罗亚方舟那样 对 所以就开始了 我们一个比较冒险 又是信心的旅程 就是在世界各地里面 找一些比较独有的 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你们找到了些什么 比如 最特别 就是 我们有些 大家都可能知道的 就是 我们也去找过 在俄罗斯 西伯利亚 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动物 有动物 就是普通 动物 什么样动物 珍贵的动物 也是很珍贵的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些 双头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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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污染 很多基因上面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很想告诉别人 现在这个世界 其实是很混乱 有点像诺亚方舟之前的事情 是的 没错 时代了 各种的动物都被污染 甚至乎是改变了 但是影音使团其实在香港有它的电视 创世电视 没错 当时是因为翔哥加入才做电视呢还是 其实都不是的 因为最初我们是做幻灯片 做幻灯片其实是很小型的制作 但做下来就变成了一个slide show 一个show就是你可以买飞进来去看 所以由一部幻灯片做到几十部幻灯片 甚至于在世界各地都巡回做 那就很受欢迎 然后幻灯片做了差不多 做了三年左右 我们觉得单用幻灯片 表达不了 那些人譬如很感动 流眼泪 所以就开始拍视频 视频拍到差不多 拍很多人物故事 都很受欢迎 学校、教会 很多人都很喜欢看 我们就开始拍电影 今天上戏院 当时非谓理机构要酬钱去拍电影 都是挺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票房不太好 有些电影都很接受 接着有些人会觉得 原来你有些正面的电影 平时在戏院里很少看到这么正面的电影 看到之后就发觉 原来都可以大量有这些节目出现 就开始有电视频道 就可以有电视台出现 所以一个宗旨 就是最初幻灯片 就是人没有我有 有了之后 人有我优 就是我要好一点 给人一根海底 对 给人一根海底 如果好一点的时候 再有的时候 就希望可以深入一点 所以无论是做视频 或者做电视台 都是比较专门 和深入一些 是怕一些感动的故事的东西 其实我现在听你们这么讲的时候 风清云淡 但是想到一个非谋略机构 你可以走出这些步 可以说都是一些突破和创新 那这一路上 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 因为像你们两个 都是愿意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有些创新 有些新的点子 那每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会遭遇到巨大的阻力的 你当时这个最难的是什么 正如我之前说的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不良意识的东西 他们很吸引人 那良好意识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可以吸引人 那我就找长哥来帮忙 那他就是一个很喜欢的想法 又到处去做很多资料搜集 那他很有经验做资料搜集 那所以我们有一些专题 我们就谈有没有办法 可以把它变得很好玩 很有吸引力 那所以在很早期我们开始 譬如说我都觉得原来 一些叫做脱口秀 就是一些 脱口秀 脱口秀 那可不可以 这些脱口秀 可以变成一些激励人心的东西 那所以最初时候 我就用这些脱口秀 来做报道会 通常报道会讲信息 都很闷的 其实都是些牧师 牧师讲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正 就是怎么说就是很正经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你用那种就是像美国那种 训练 就是一个人这种 广东话叫董督兆 噢 董督兆 当时反应怎么样 当时候没有人试过 但是当我们试完之后 卖票 还有去到一些很大型的场地 都爆满 那很受年轻人欢迎 好受年轻人欢迎 但是你可能大家也受到一些传统的 就是这个 信 就是基督徒的可能觉得说有些想法 对 他们开始都会怀疑 有一些教会 或者一些比较 传统的 他们都会怀疑 这一件事行不行 甚至有些人批评 但是最后 他们都接受 所以一直做到现在 都算是成功 接着就是譬如 罗友方舟 罗友方舟是最大的 最大困难 其实很少人会觉得 我们 通常一般人会想 就是 你普通做一个教传媒 那你就不会很认真 来做探索的 但是我们就被所有科学家都认真 那几年的时间不放弃 那终于找到一个 穆热扣和圣经所说的罗友方舟很相似 找到那个地方了 是的 所以都跟着就带来 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类型的回响 诺亚方舟出来之后 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 有的人说 根据这个证据还不是那么的确凿 那不应该向世人去发布出来 其实翔哥你跟辉哥合作了这么多年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人是 信心爆棚 什么都敢做 那你在这个冬天做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是 或者会有些担忧的时候呢 其实我就没有什么担忧 反而我的包袱更加比他少 因为我做 即当我做资料搜集 我做制作 拍整一部电影 或者两部电影 其实你一路做的时候 你的准成度 即我们说的那个旁证 或者其他的考证 其实我们会掌握到很多 当你考证的过程 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因为你所拍的东西是前所未有 你发现的东西 实际是真的很惊世 任何人看到都会觉得很震撼 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参与了整个过程 是做了与科学家去谈对论 去找很多资料 其实这变成了我的把握更加大 反而我作为制作人 或者作为一个拍摄的东西 我是亲政的东西 但是基督教里面的包袱就是 因为他们的机构要面对了一个基督教的圈子 这个压力更加大 我做制作 我其实放手做 放手做 放手去将资料呈现出来 放手找科学家 这个过程我觉得都很享受 而且都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是很精彩的 我觉得你们两人真的是一路向前走 基本上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乐观 所以你也不去想人怎么看你 然后也不去想人有什么困难 一直往前走 包括最近把创始电视推到了美国 创始电视在美国很快就要开台了 那为什么想在美国设立这样一个电视台 其实我认识一位牧师 那个牧师 刘彤牧师 生命学领量堂 他给了一些啟发我 他就说他开教会 他是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的华人 是可以去在不同的地区 建立百几百间教会 对 蒙古 什么世界各地 非洲 对 生命合理堂堂已经在世界各地 他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是 他有个梦想就是 我可不可以 不同传统的一样 我可以在当地里面 去建立那些宣教士 游回当地的人来去做教会 对 对 那么多年之后 他就有很多成果 他这个做得很成果 同样我会想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很多地区都有教会 对 但有教会 他们就很少做电视台 对 如果能够电视台 都好像教会一样 就是去到当地 我就教晓当地的人 那么就去令到他可以枯化多个电视台出来 那么那个效果就会好 所以 受了这样的啟发的时候 我又觉得 在香港那套都算是很感恩 都算是成功了 那么我就觉得 可不可以将他带到来湾区 呢 在湾区里面 特别在植局 有很多很高科技的人才 现在我们都在说 在网上 就是做节目 你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 无分国界 对 所以我们在想 在这个时代里面 应该在植局里面 去和一帮制作人 或者和一些会做节目的人 就像你们那样 那我觉得 这样会有一个新的效果出来 对 那和这个尝试 都是一个信心的尝试 事实证明你的想法也是对的 对吧 事实证明是对的 那么其实你现在 一直可以说就是 我们讲的是 就是信心成就了梦想 你觉得你的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 其实最大的梦想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能够在每一个的界别里面 你一方面能够可以创新到 第二样东西就是 它可不可以去挑战到极限 好 这样极限 那我会觉得 譬如我们在做一个基督教传媒 那我们有没有新的传媒可以出现 有没有可以将那个观众的面 可以抗得更加阔呢 所以最初我们是广东话世界里面 我们都做了二十几年 那我看到在华语的世界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 现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在世界上 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那我觉得正面的东西 励志的东西 感动的东西 在中国里面很多 如果我们不单是广东话世界 如果广东话世界都能够得到的时候 在华语的世界里面 用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种创新的想法 或者有吸引力的想法 可不可以将一些正面的东西 感人的东西 去鼓励生命的东西 是可以由中国人带到去世界各地呢 这个就是我们想在未来日子里面 无论透过全媒体 即是说传统的电视机 手机 在iPad 或者在网上的移动媒体 可不可以一个内容 是感动的内容 是例子的内容 可以在全面的媒体上面 去影响更多的人呢 这个就是我们很想在新的时代里面 是找多些合作伙伴去做到 这个梦想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硅谷看世界》 英文叫Innovation dialogue 所以我要问一下翔哥 你觉得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创新到底是什么 其实创新呢 其实我自己在追求的 就是做一些我以往不是在做的事情 其实人很容易重复的 而且很容易去停在某个位 那我其实我不断追求就是 我会想一件事就是 我会不会有些事我可以做 或者创造一件事我未做过的 未做过不代表不是那个行业里面 但是在那个行业里面 你都可以做一些我未做过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我希望 这整个梦想者就是这两天 一句话你总结好几句话了 就是说就是你能够去做一些你以往没有做过的事情 尝试你的突破你自己的生命 其实你们两个所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像你们这一路走下来 可以说一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现在呢寻找他乡的故事呢 来到了美国 来到其他的更多的他乡 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 跟你们一起来创意 来谱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然后呢把这个鼓励更多的生命 在世界各地散发影响力 好 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非常谢谢祥哥就是这个杨永祥 然后辉哥就是袁文辉 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 我是定位平 下节目再见 我们身处在硅谷 这是世界的创新之都 到底什么是创新呢 未知的一个追求 有想法 要有梦想 开放和包容 人的内容 所以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 它也许是一个产品 也许是一个文化 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 也许是一种思想 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 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 和传统的限制 这是一套名为 《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 它创办于2009年 以访谈的形式 讲述美国硅谷地区 成功华人的打拼经历 在短短的三年间 就播出了2000期 点击量超过1000万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硅谷看世界》节目 今天要讲这个话题 叫做云端生活机遇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 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 创新的就像野草 野草蜂长 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的志愿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 这个科技事业能够有所绑 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 你要跟大家都做的一样 就没有特性 人得对对吧 然后这个市场都没有对 然后你们创新 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PC上 那我现在能不用PC去做 那资料放在哪里 就在里面 一个法国人他讲的 就比较浪漫一些 你们的产品 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 我们在分享一些很值得的 一些很好的 一些很好的 与美国的主流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立足硅谷 放眼世界 同时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 在硅谷这个地方 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 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